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月9日报道 温网今年将允许球员在比赛中接受教练指导 此举意味着网球将迎来重大历史变革 目前的大多数体育项目都允许教练现场指导 但网球作为一项个人运动 长期以来一直不允许球员在比赛中接受教练指导 去年温网结束之后这个规则发生了变化 ATP开始允许球员在比赛过程中接受教练的指导 我们在巡回赛上看到球员与教练开始有语言和肢体动作方面的交流 主裁判不再像过去那样急于警告 奥网、法网、温网和美网四大满贯赛事归属ITF管理 从道理上来说 未经ITF和赛事方同意 ATP的规则并不适用四大满贯 ATP在去年7月份修改规则允许教练现场指导之后 我们发现9月份的美网出现了教练现场指导的现象 裁判并没有做出警告 上个月结束的奥网 我们也发现有球员接受了教练的现场指导 以上情况表明 美网和奥网大概已经与ATP达成了一致 允许球员在比赛中接受教练的指导 但是 法网和温网并没有对是否允许球员接受现场指导公开表态 作为最传统和保守的大满贯赛事 温网一向倾小顺微 变革和创新的步伐也是最慢的 前几年 网球界队是否允许教练现场指导展开过激烈的讨论 温网的主办方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曾强烈反对教练赛场指导 2017年 俱乐部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刘一思 在接受ESPM采访时公开表示 我们在观念上坚决反对教练现场指导 我们认为网球是一项个人运动 当你走上球场 一切就要靠你自己 每日电讯包2月9日在发布上述消息时称 温网对场外教练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 今年夏天 温网将首次允许教练在看台上指教 既然最传统和保守的温网都将允许教练现场指导 那么网网同步执行这项新规则也就不成问题了 这意味着全世界职业网球赛事有了统一的立场 允许现场指导 并不意味着教练便可以随心所欲的指导球员 ATP就现场指导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主要包括教练必须在比赛开始时坐在组织者指定的座位上 教练在向球员指导时不能打断比赛或打扰对手 只有当球员与教练在球场的同意测试才能进行口头指导 口头指导可以由几个单词或简短的句子组成 但禁止对话 比赛期间随时允许非语言指导 如果球员因任何原因离开球场 教练不得与他交谈 值得一提的是 在去年ATP更改规则之前 网球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教练现场指导的现象 并且还出现过重大争议性事件 比如2018年没网女单决赛 主裁判在认定小薇教练存在现场指导之后 按规则对小薇做出了警告的处罚 小薇已没有收到教练指导为由对主裁判出言不逊 最终被拔掉一局 赛后 小薇的教练穆拉托格鲁承认自己确实进行了指导 他做出了双手向前推的动作 意思是让他多上网 正如很多人心知肚明的那样 教练现场指导其实一直都在发声 并没有因为严厉的规则而禁绝 已去世的网球教父波利泰尼 曾透露过自己现场指导的秘诀 他会通过特定的手势或行动来给场上的球员进行指导 比如摘下墨镜表示多打对方阵手 而做出切削动作的意思就很明显了 长期以来 网球一项被视作为独自上场的运动项目 球员需要独自面对赛场上发生的情况 自己分析比赛进程和调整战术 温网允许教练指导 标志着全世界的网球赛事 或将全部取消教练指导禁令 这使网球规则的重大变革 将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对于这项重大变革 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明卷云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录